选战进入倒数候选人积极展开动作 台中市第五选区北北屯 现任国民党立委审知会力拼连任 透过民调进行问证满意度调查突破七成 不过民进党也不甘示弱 征召政治素人庄敬成 也是台中市议员曾朝荣的侄子 庄敬成是学者出身 为了拉近害民众的距离 走入地方进行庙口开讲 多位民进党议员到场震台 立委选举还没有正式登记 地方早已开阵 第五选区北北屯国民党省知会 成功接棒台中市长卢秀燕的一年任期 力拼连任 大动作的来进行问证满意度调查 了解民情 访问了北区和北屯区的 20岁以上的民众 然后我们调查的这个题目 包含有我们现任立委 省知会委员的这个问证满意度 立法的一些表现的满意度 以及各项议题的一些这个民众的支持度 那调查结果发现 这个省知会委员的立法问证满意度高达七成 然后他在地方服务的满意度也有高达63.4 那显示我们这边北区跟北屯区的民众 对于他的各项的立法问证表现都相当满意 我在立法院这么努力 这个日以计的一天当三天用 那我在立法以及在基层服务上都很花功夫 我想知道人民想什么 尤其是那几个重要议题除伤害 酒驾 那虐童跟毒品 这个新伤害到底他们的看法怎么样 以及我的各方面的努力 人民的感受是什么 作为我未来继续参政服务人民的一个 做一个参考吧 省知会上阵短短六个月的时间 无论是在问证满意度 还是地方服务满意度都相当亮眼 落在60%到70% 省知会感谢乡亲的支持与厚爱 也表示将继续努力 积极庄建成 下架省知会 下架省知会 相较对手阵营 民进党征召政治素人 庄敬成迎战 学者出身 为了拉近与民众的距离 庄敬成也走入地方 进行庙口开讲 首场就信不少人潮 而都为了民进党议员 演到朝政台 我相信我们台湾需要这种 有学士 有能力 有勇敢的教授 年轻教授 站出来带领整个国家 年轻人的进步 这一点我们觉得非常的欣慰 庄敬成 庄博士 值得大家 强力的推荐 强力的支持 我们不管是教育 或者是医疗 或者是公共建设上 来推动政策 来达到便敏利敏的目标 那并且在北图北区这边 我们希望说可以结合在地文化 来推展文化观光的产业 来恢复在地的荣耀 庄敬成是台中市议员 曾朝荣的职子 有议员的地方准备加持 士气逐渐勾长 而对战国民党老将 沈志卫 北北图能否因此蓝天翻绿地 外界也都在观望 整个话台中采访不到 在北图能否认识到 你会认识到 谢谢大家